接下来带您关心淡水北海岸的重点新闻 年底选举决战倒数剩下五天 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上午由市议员候选人正在立香 还有陈伟杰陪同搭乘车队从巴黎出发 一路扫街到淡水市区 而侯友宜表示在过去选举过程中 受到许多对手的抹黑攻击 他始终都以正向力量来面对 就是希望可以打一场干净的选战 年底选举决战倒数剩下五天 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 今天上午由市议员候选人正在立香 还有议员候选人陈伟杰陪同搭乘车队 从巴黎出发 要沿着巴黎市区一路扫到淡水市区 而侯友宜表示在过去选举过程中 受到许多对手的抹黑攻击 但他始终都以正向的力量来面对 并且也不攻击抹黑对手 就是希望可以打一场干净的选战 这个扫接过程当中民众比个月 比个月 要能把我比 还有很多人对房间或是对在店面冲出来 我还看到好几个洗头的 再冲出来 还会看到楼上 我有一次会看 台头楼上大概有三十个致富 出来给我摇手将近有十六七个致富 出来给我摇手 你要知道那就是满满让我向前走的力量 到哪里的扫接让我充满了心情 侯友宜说每一次扫接 她的心情都非常开心 因为只要车队经过 除了许多支持者都会举其欢迎之外 到了店家住户都会有人探头出来 双手比二号的手势表达支持 也让她感受到充满力量 而今天同党的市议员候选人 更跟随着侯友宜车队沿途拉票 在以我们现场的各位乡亲朋友的热烈的 要欢迎我们市长的到来 我们要去拜票 也希望说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想今天是选前的这个倒数的 这个几天的时间 那今天侯友宜市长 陪着我们淡水巴黎三至十门 要来这边这几个地区来做扫接 做最后的吹票 那侯友宜市长也讲过了 他目前就缺三个票 吹票 拉票跟投票 所以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扫接 可以凝聚更多的乡亲对他的支持 没有什么保守 我说真的 我说我就知道我就没有选择 没有人像人都那么选择 我没有什么招数 我只有一个招数 跟市民站在一起 打市民牌 让市民如果在招式晚会的时候 到我的会场来 给我加油打 车队经过马路两旁 就有许多支持者等着侯友宜到来 虽然今天淡水下着猫猫细雨 气温有些偏凉 但不减侯友宜支持者的人气 而侯友宜说 他本身是第一次打选战 面对其他候选人招数进出 他自己则是没有特别的部署 只有一招就是与市民站在一起 打市民牌 也是他最大的价值 记者许多安音 待会儿再放报道